大陸翻牆落入中共虛假VPN陷阱 下面請看趙培為我們帶來的微視頻 現在主持人大家好 海外媒體消息說 2020年截至到9月4號 在浙江省政務服務網上 因為擅自禁令使用非法定電信通道 進行國際互聯網被行政處罰的案例共有58起 通私點說就是大陸因為翻牆在浙江省被處罰的案件 是有58起 那麼其中有一起的處罰對象是企業 其餘57起都是個人 我們再往前說2019年 這一整年被行政處罰的上網案件是11起 就是翻牆被抓了11個人 6起是企業 5起是個人 再往前說2018年9月份有一家企業被處罰 其餘的就沒有相關案例了 那麼通過這些新聞的消息來看呢 很多人已經分析到了兩點 第一點是中國人當中啊 渴望了解那些被中共封鎖消息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第二點是呢 中共對翻牆的打壓也是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被抓的人是越來越多 咱們今天呢不說這些 主要是想從技術層面上深入的分析一下 翻牆被抓是個什麼情況 那麼中共的網絡封鎖啊 它建立的是長城防火牆 就是我們所說翻牆那個牆 這個東西啊是漏洞百出 很多技術都可以翻牆 這裡面比較成功的技術呢 是法輪功學院研究的這個翻牆軟件 無界瀏覽和自由門 那麼在此之後呢 隨著民眾逐漸的覺醒和對中共認知的加深 他們的求知欲啊 對真理的渴望是越來越大 所以國內也隨之應用而生了各種VPN軟件 中共為了堵住防火牆的口子 就對這些軟件下手了 咱們今天單說VPN 中共早在2018年就要求各大網絡供應商 也就是這個中國移動啊 林通啊在2018年的2月1號起 禁止中國人個人使用VPN 那麼企業的VPN呢就需要接受審查報備 這從電訊和企業層面上 等於是中共管控了VPN翻牆的這個路徑 那麼為什麼企業會比個人翻牆要管得鬆呢 這裡面因為啊有很多外企和出口企業 需要聯繫海外業務 中共如果徹底給他們封死了 它自己的財路也就徹底可以斷了 特別是啊 中共在烏鎮的網絡大會上搞了一個護臨網出海 什麼意思呢 就是讓國內的電商網紅到全世界賺錢 你比如說啊 網紅公司培養一個網紅上傳視頻到YouTube上賺錢 如果中共把他們封死了 這海還沒出到美國就死在港口裡了 所以中共給了它審批的企業翻牆的這種權利 那麼出海企業翻牆使用的VPN等於是中共官方審批允許的了 如果這些企業賬號來到咱們微視頻點了個讚 那麼中共的VPN是有記錄的也會被逮住 當然啦這種個人翻牆或者只是到海外瀏覽的處罰呀 還只是一個當場訓誓 當場執行或者是罰款了事 不算最嚴重的 最嚴重的是那些敢於在海外揭露中共內幕的 這被抓起來人就找不見了 具體的例子啊 就是在武漢當初揭露疫情的公民記者方斌和陳秋實 他們翻牆出來在推特上曝光很多中共的黑幕之後就被抓了 很多人到現在沒消息 那麼網友翻牆被抓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存在真假VPN 這裡面要花重點了 這個浙江翻牆被抓的人有個很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們都使用了從百度上搜索出來的VPN進行翻牆 這裡呢我們介紹一個背景 中共在2018年禁止VPN之前呢 大陸是有很多民間開發的VPN的 中共對這些VPN的策略是能關閉就關閉 所以很多大陸民間的VPN供應商就關門了 那麼海外的VPN供應商在蘋果商店上是盡難存活 而中共時不時的加高一點防火牆 他們的VPN的這個翻牆功能可能在當時會失效掉 與此同時呢 中共為了盡控有哪些人去翻牆 它就做了一批假的VPN 民眾如果使用了就會被中共抓到翻牆的記錄 為什麼說他們是假的呢 因為他們不能保護客戶隱私就是假的 他把客戶資料提供給中共就屬於釣魚之法 這種假的VPN猖獲到什麼程度呢 2019年大陸網友做了一個統計 大陸市場上有一半的VPN是假的 所以呢這個浙江翻牆的人在百度上 他們找出的這個VPN軟件呢 這個假的概率大家想想那就更大了 所以很多人被抓也有這個原因在其中 所以是在清理之中的事情 那麼我們提醒一下大家啊 不要使用這些假的VPN 如果您真是想用VPN上網 您可以先采用這個無界或者自由門上網到海外 去找那個真的VPN 然後下載安裝 那麼還有更多的這個對抗與背景啊 我們再接下來說 我們先介紹兩種非正規的這個翻牆方式 我們首先說一個趣事啊 就是這個華為公司用蘋果手機發推特的事 這個事情啊是發生在2018年12月31號的深夜 華為的企業VPN出事了不能用了 那怎麼辦呢 華為職員很淡定的拿出蘋果手機 插入香港的手機卡 繞過中共的防火牆 在推特上為大家送上新年的祝福 大家想啊華為也是夠拼命的 它一邊給中共的長城防火牆 天磚加瓦提供這個硬件 一邊又架梯子要翻它 蓋著越來越高的這個防火牆 你這種事幹多了 是不是會產生精神分裂啊 我也希望華為能去多看一下心理醫生 這裡面更為有意思的是啊 為什麼香港的手機卡在深圳可以翻牆呢 那是因為中共的中國移動和臨通 在香港的分公司 他們的服務器是架設在香港的 雖然你在深圳使用的這個手機網絡還是大陸的 但是它直接臨到香港的服務器端 是沒有長城防火牆的性質的 所以可以翻牆 這是第一種方式 那麼另外一種方式就是中國臨通香港 還有一些台灣的服務商呢 可能推出一些在大陸的這個漫遊套餐裡面 涵蓋了翻牆服務 當然它收費是很貴的 中共臨通 你等於是挖社會主義牆角啊 挖得好你可以繼續挖 不過呢這裡面仍然涉及到這個底層技術 是否安全的問題 如果這個臨通翻牆啊 它下面還是用了一個中共官方VPN的話 我覺得大家在大陸的翻牆依然不安全 那麼類似浙江網友使用假VPN被抓的這種情況 還是可能發生的 特別是中共在香港推出這個港版國安法之後呢 香港的中國移動和臨通是否也會加上盡控軟體 甚至進一步加上長城防火牆 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所以這是一個定時炸彈 隨時網民都有危險 所以咱們把這兩種翻牆方式說成是非常規翻牆 安全存在是很大的隱患的 我們說完了這個非常規翻牆的軟體 我們再說一下手機翻牆是咋做的呢 首先說一下大陸的這個安卓手機製造商都是大陸企業 他們要按照中共的要求 把大陸的這個安卓系統都可以閹割掉 很多谷歌的服務在大陸是無法使用的 你比如說安卓原本帶的這個谷歌商店呢 是在大陸版本手機上是找不到的 取而代之的是各供應商自己的商店 比如說華為應用市場 這裡面的軟體那都是中共審查過的軟體 這哪有什麼海外正規VPN在呢 全給你刪了 都是一些假的VPN所以很危險 那麼華為對這個安卓的閹割太嚴重了 技術上稱為碎片化嚴重 人家谷歌都不承認你這還是個安卓系統 我說啊這就是個垃圾嘛 那麼蘋果在大陸的這個手機商店裡面呢 的VPN也是同樣情況也是被中共審查過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怎麼幹呢 你買了蘋果手機出國之後 轉換蘋果商店的國籍 比如說您轉換成加拿大的 然後下載翻牆的這個VPN 如果在大陸想用手機翻牆的話 還有一招就是不管是安卓還是這個蘋果 你尋找這個翻牆VPN的安裝包自己安裝 唉中共啊是把大家都逼成了科技小能手啊 我們說了翻牆的技術 我們再說一下關於這個翻牆的對抗 中共的防火牆啊它也是在不斷升級的 所以我們剛才說海外的這個翻牆技術啊 也十零十不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要對應升級啊 那個磨高了一點 我們這個啊神通也要高一點嘛 這也是大家購買海外VPN有時候好用 有時候不好用的原因嘛 所以呢 勸大家多包涵一下 只要不是中共那種釣魚的假VPN 我們都可以原諒一下 那麼有意思的是啊 中共的長城防火牆啊 加高多次 很多時候是發生在國內出大事的情況下 你比如說武漢爆發中共病毒的時候 很多海外VPN突然不好用了 這是為什麼呢 這是因為中共懼怕真相外洩 這種情況呢 還說明另外一個問題 那就是中共的網路防火牆 處在一個兩難的境地 如果這個防火牆升級的太快 也就是封堵的太快 它自己的那些假VPN 還有美國大公司的VPN 跟不上它這個升級 那會經常斷網的 共產黨想出海賺美元 還想勾引美國人來投資呢 這些計劃估計就報廢了 大家想啊 那個美國駐中國的CEO 正在通過VPN連線 跟身處美國的大老闆 開著網絡會議 兩人聊得挺嗨 突然斷網了 等到恢復了網絡 那美國大老闆可能已經考慮 嗯 我們收回投資 投資美國本土 所以啊 中共的策略是 每到大陸發生大事的時候 就升級長城防火牆 大家想 未來中國大陸的大事 會越來越多啊 你中共怎麼辦 經常性斷網 所以我們等著看中共的好戲 那麼還有一類人呢 是寄希望於美國總統川普 來推倒這個長城防火牆 其實啊 美國如果直接這麼幹 就等於跟中共宣戰 短期內還是做不到 但是在網絡自由方面呢 美國確實給中共施加了很大的壓力 美國國務院採取的方法是 外交和新聞的對等政策 這個政策的意思是啊 你中共在大陸怎麼對待美國的大使和記者 美國就在本土怎麼對待你的大使和記者 到了今天 美國也不被動的等待中共出招了 那是主動出擊啊 最近美國駐華大使寫了一篇基於對等重制關係的文章 投放給中共的黨媒《人民日報》 中共不敢刊登啊 接著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馬上寫推特說 美國報紙已經刊登了中共大使崔廷凱的文章 作為對等 你的《人民日報》也應該刊登我們美國大使的文章才對啊 那麼大家想這步棋下得是多妙 作為對等原則 美國完全可以在下一步要求美國的報紙 不刊登中共大使的文章 其實呢 這個美國大使啊 不光是把這篇文章發給了報紙 他也在微博和微信上發出來 結果呢 都被刪了 大家再想一想 基於對等原則 未來美國可以要求推特刪出中共和它黨媒的文章 這就是美國在短期內對中國網絡審查能做出來的貢獻 就是給它施加壓力 讓中共給中國人更多的網絡自由 那麼未來啊 我們也是希望川普政府能夠根據對等原則 封了微信 微博和中共的海外論壇 原因很簡單呢 中共封了推特和YouTube 在中國大陸不讓我們中國人看呢 那麼美國憑什麼讓中共的軟件流竄到海外呢 對等是不應該讓它來的 那麼雖然美國政府已經做得很好了 但是美國有些親共勢力啊 對大陸民眾翻牆這個事呢 也起到了一些干擾作用 大家知道啊 法輪功學員開發的這個無界軟件 幫助了很多中國人翻牆成功了 軟件開發是需要經費的 而這個無界又是免費的 所以2020年呢 就有人想幫助無界申請一些國會的資助 但是左派啊就開始攻擊無界軟件了 反正啊 根本目的就是不想咱們老百姓翻牆成功唄 這些人還有個奇葩的理由 就是啊 中國留學生依然被中共控制 我說你這個邏輯有問題啊 首先無界免費是讓中國大陸萬養 翻牆出來看一下外面的世界 這和已經肉身翻牆的海外留學生有什麼關係呢 沒有關係啊 海外留學生被中共控制 這是因為中共滲透 沒有被遏制才帶來了這種惡果 這種鍋啊 人家無界不卑 要解決這個問題很簡單 首先就是徹查中共的學生會商會駐外機構 其次你要封了中共的這個微信和微博 不讓他們看這些五七八糟的消息 最後把推特 YouTube上中共的內容都刪乾淨了 這才是對症下藥 你不能老天不下雨 你打廚子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啊 最後咱們要說的是翻牆這種事 川普政府在外面是能幫助咱們中國人 但是中國人未來的自由是需要咱們自己努力的 為什麼呢 這樣才能是咱們中華文化戰勝的惡魔 咱們未來才有驕傲的資本 謝謝大家 今天的微視頻就到這裡